金色的葫芦 绿玉的蒜盘 还有水晶长剑 软质盔甲 碧罗紫衫 这不仅仅是个天地小财库 更简直是个天地小宝库 让人目不暇接 让人心情澎湃 让人 让人直呼有钱真好 要不是顾及到面子 韩三千都想大喊一声 我TM发财了 主人 看看这件 血淫雪剑 雪山之巅万年寒冰所至 风力无比 所过之处寸草不生 还有这青子喂假 乃是千年子喂的皮毛所至 穿在身上可保平安 还有紫金葫芦 这紫金葫芦是用特殊材料所至 八方世界的顶级工匠大师所造 能有效地抵御火系攻击 只要是火 全部乖乖给我进入葫芦 还有这件 无影之靴 寿王一件一件地 在财宝堆里翻着 如数家珍 数着数着 他突然一愣 这他妈的不对啊 怎么很多都是自己以前的法宝和装备啊 我靠 这四只臭龙 真他妈的刁钻啊 竟然背着我找了这么多好东西 寿王小白大吃一惊 只是一个轮回 他感觉 他的财产都被人掏空了 四龙把脑袋一滴 没敢说话 废话 没财宝 谁给你干保镖的工作呀 行了 别念了 全部打包 玲珑说道 一听全部打包 四龙面如死灰 这可是他们一生的心血啊 就这么片甲不留的吗 那个组长 能不能给我们留点 四龙之手弱弱的道 留着 可以 有命花吗 玲珑深深一个微笑 四龙之手顿时打了个寒颤 您拿走 千万别客气 一剑也别留 玲珑此时凑到韩三千的耳边 这里的东西实在太多 一时半会也挑不出来什么来 干脆全部带走 没事的时候 再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 韩三千想想 说的也对 拿起玲珑地上的随身空间戒指 将整屋的黄金 全部都收了进去 而此时 仓皇而逃的叶孤城 带着一帮师弟 赶紧冲出了寿林中心 朝着无颜等人快速飞去 孤城 刷呢 看到叶孤城慌张地跑回来 林梦西一边苦苦地 支撑七星剑阵 一边紧张地望向他 叶孤城摇摇头 对不起 四师傅 寿林中心怪物实在太多 我想 秦双师妹 她已经 说到这 叶孤城狠狠地叹了口气 听到这话 林梦西脸色苍白 四师妹 节暗顺便 但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 这些奇兽 如今狂兴大发 七星剑阵 已经支撑不了多久 我们赶紧撤离 无言冷声一鹤 不 秦双没有死 我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不撤 林梦西坚决地摇摇头 秦双对她意味着什么 只有简单的两个字 生命 就算牺牲自己的命 她也要救秦双回来 你别名玩不灵了 孤城是我们虚无踪的天才弟子 你应该相信以她的本事 如果能救 她必然会出手相救 可如果她也救不了的话 我们再赶过去 意义又有多大呢 五眼急忙劝道 叶孤城此时 也悲哀得点点头 是啊 四师傅 我真的尽力了 兽王中心 此时至少还有 上千头骑兽 我已经四处寻找过了 根本就没有发现 秦双师妹的尸体 我想 她应该是被那些 兽性大发的骑兽给吃了 叶孤城根本就没有去过 真正的兽王中心 只是在附近 打了一圈便回来了 可她如今那副表情 就好像真的去过世的 而且还非常的懊悔 自己没有救回秦双 孤城 你辛苦了 五眼点点头 接着 冲所有弟子喊话道 所有弟子听令 释放所有飞剑 然后随我撤出百兽灵 众弟子齐声一鹤 紧接着 在五眼的带领下 七星剑阵 陡然光芒大盛 朝着所有被困骑兽 发出最后的毁灭一击以后 一帮弟子 在五眼的带领下 快速地撤退了 出了百兽灵 五眼清点人数 所有人都出来了吗 叶孤城连忙道 借愿师父 赶紧封灵吧 五眼点点头 拿出一把书卷 凌空一抛 书卷顿时凭空消失 而百兽灵 也在瞬间蒙上了 一层白白的能量罩 此乃虚无踪的封禁书 上课有古老阵法 是虚无踪先辈们 早就留下来的 目的便是担心 将来百兽灵出事 虚无踪有所应对方法 封禁一出 百兽灵将永远无法进出 看到封禁生效 一路上只是流泪 但坚强的不出声的林梦西 此时终于忍不住 放声大哭起来 因为他明白 封禁将会将自己 对秦霜的最后一点希望 完全封死 此时书 不要难过了 秦霜他 他已经 叶孤城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这 这都怪那个韩三千不好 秦霜要不是 为了帮他抓什么灵虫 也根本不会 深入百兽灵里去 叶孤城此时假装自责道 听到这句话 林梦西猛然抬头 充满泪水的眼睛里 满满都是愤怒 韩三千 韩三千 要不是这该死的奴隶 秦霜又怎么可能 进百兽灵呢 哟 又怎么可能会死在里面呢 但转念一想 林梦西摇了摇头 怪不得他人 这都是命 是秦霜的命 四师傅 你放心吧 虽然韩三千死了 但归登到底 隐狼入室的是秦清风 我一定会找他 替秦霜师妹讨回公道的 叶孤城冷声道 是啊 韩三千这个奴隶犯了错 当初收套为徒的秦清风 也脱不了干系 走 我们找秦清风算账去 众弟子 在叶孤城的节奏下 顿时将秦霜的死归 跟在了韩三千的身上 也发泄到了秦清风的身上 叶孤城清楚 秦霜毕竟是 叙无宗的三大天才弟子 他的死 势必会在宗内 引起渲燃大波 他适当地转移视线 既可以 将自己做过的事 掩盖得干干净净净 同时还可以利用秦霜的死 给自己营造一波关注 简直是一举两得 十洞内 百兽已经冲出静置 全部围在了十洞内 怀着无比忐忑的心情 虎视眈眈地望着洞内 兽王出事 他们非常高兴 但之前 洞内的巨大爆炸 也让他们担心万分 不过 他们的担心 其实并不算太多 毕竟 洞内有四大护卫 还有一个即便是轮回 但也受死的骆驼 比马大的兽王 仅仅是两个石猴都可以轻易收拾的人类 不足为虑 此时 石洞里缓缓地有了脚步声 四龙很快从洞中走了出来 看到四龙 百兽欢呼 心中的担忧也全然消失了 既然他们都平安无事 相信 兽王也应该平安无事 恭请兽王 四龙齐声呼唤 百兽顿时匍匐跪下 虔诚无比 洞内再次响起脚步声 石猴多了个心眼 悄悄地看了一眼 不看不要紧 一看吓一跳 此时的韩三千抱着情霜 缓缓地走了出来 是你 石猴怒吼一声 同时 他的吼声也惊起了百兽 一个个顿时从地上爬了起来 做出攻击姿态 对准韩三千 全部给我跪下 兽王面前 谁敢放肆 四龙齐声一怒 紧接着直接横在了韩三千的面前 谁敢上前 杀无赦 四大护卫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石猴愤怒地吼道 没有什么意思 保护兽王而已 石猴 我倒要问你什么意思 在兽王面前不跪下 你是想造反吗 四龙之手此时怒声喝道 在韩三千和玲珑 兽王面前他不敢放肆 但在这百兽面前 那还不逞够威风 你叫这个人类叫兽王 石猴怒道 废话 他不是兽王 难不成你是 四龙之手不屑道 你这个叛徒 我杀了你 石猴顿时一怒 直接就朝四龙冲去 而百兽见石猴一动 一个个也跟着 带着杀意冲了过去 够了 韩三千怒声一吼 这一吼 威严十足 气势霸道 硬生生地 吼得百兽顿时一愣 停止了进攻 不要管他 给我上 石猴大吼一声 回眼扫了一眼百兽 转身就要进攻 可突然 他猛地看见所有百兽 不仅没有跟随他一起 怒声吼叫 反而是一个个 突然没了杀气 然后乖乖地跪在地上 前程无比地跪下磕头 兽王万岁 随着百兽齐声大喊 石猴猛地一回头 整个人瞳孔不断放大 直到极限 韩三千此时单手轻举 右手手掌心触 一个白白的 如同兔子的东西 正立在手心 乖乖地冲着韩三千 低着头 做成沉状 石猴整个人喉躯一阵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他永世都不会相信 这是真的 四大户外 你慢 石猴气得整个人喉咙一甜 一个鲜血差点喷出来 百兽灵的兽族 准备了整整千百年 等待兽王重新转世 可千算万算 万万没有算到的是 如今的兽王 竟然会被一个人类给挟持 是的 石猴自认是被挟持的 你们这群叛徒 吃里扒外 我要杀了你们 石猴愤怒一吼 提身就要冲上去杀了四龙 石猴 退下 小白此时冷声一鹤 这件事跟四龙无关 我以认主 韩三千为主人 自然 新的兽王便是韩三千 你 跪下 兽王 可 石猴不甘心地道 就算四龙叛变 你以为 就凭他们四个 可以破得了我的绝对领域吗 小白冷声道 听到这话 石猴顿时脸色苍白 兽王 刚才的爆炸 刚才 洞中的爆炸 原来竟是绝对领域被破产生的爆炸 难怪 当时百兽 心中都突然莫名有一种慌张 刚才他们还以为他们的担心是多余的 现在看来 这真的是一种心灵感应 绝对领域被破 这也意味兽王的最强一击 失去了效果 石猴身形摇晃 即便这是事实 他也一时间难以接受 因为这个人类 在自己面前根本就不堪一击啊 怎么四大护卫和兽王会折服呢 石猴不明白 他哪里会知道 事事有时候就是那么巧 他要硬打 韩三千完全不是对手 但四龙却刚好被玲珑压制 而兽王的精神攻击 又对韩三千无效 石猴就算再不解 再不干 可面对兽王的命令 他又能如何呢 缓缓的一跪 石猴终究还是无法违抗兽王的命令 但眼里满满全是不服 参见新兽王 为了新兽王的轮回转世 石猴在百兽林运筹帷幄 苦心经营千百年 但却没想到 最后会落入一个 他一直看不起的人类臭虫身上 这简直就是 搬了一万年的砖 最后却发现自己 在为别人修房子 看着万寿奇贵 韩三千内心隐隐有些激动 这场面 简直让人热血沸腾 激动万分 都起来吧 韩三千深吸一口气 尽量克制自己的情绪 万寿刚起 却唯独发现此时的时候 依然还跪在地上 众兽顿时赶紧跪了下去 万寿听令 从今日起 百兽林的新兽王 便是我的主人韩三千 如有对韩三千不从者 便是违反我百兽林兽王之令者 杀无赦 小白也看出了局势的不对 此时赶紧冷声喝道 此时 在百兽面前 他才真正的受为狂散 君临天下 是 万寿齐寒 但让韩三千等大惊的事 万寿依然没有起来 时候 你过来 韩三千此时出声道 时候非常满意如今的场面 不屑而道 提身上前 怎么 新兽王是要杀我吗 时候知道 刚才他打伤了韩三千 更是对他同性的 那个女子下了毒手 现在韩三千 忽然摇身一变 成了兽王 找他秋后算账 再正常不过 怎么 你以为我不敢吗 韩三千冷声道 你可以杀得了我吗 石猴不屑道 韩三千眼中 猛地闪过一丝冷意 直接手中画出兵剑 一把 放在石猴的脖子上 石猴哈哈一笑 兽王不在 百兽便是他在指挥 他自是有功之主 斩杀他谈何容易 兽王息怒 石长老虽有过错 可在百兽林 一直都为百兽操碎了心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说的没错 兽王刚上台 本应该是喜事一件 这就要大开杀戮吗 哼 我们早就说过 人与兽永远都不是同类 其心也必然各异 台下 百兽顿时群情激愤 求饶得 谩骂的一时间想不绝而 石猴此时傲然无比地望着 韩三千 眼神中充满了挑衅 韩三千面色冰冷 主人 石猴是百兽林的长老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如果杀他的话 恐怕会引起 不必要的恐慌 小白此时 也劝诫道 是吗 韩三千一声冷哼 手起刀落 一箭便砍了过去 顿时间 石猴捂着自己的脖子 鲜血不断地 从他脖子上的伤口喷洒 他满脸不可思议地 望着韩三千 你 你 石猴震惊万分 他万万没想到 韩三千竟然敢真的对自己动手 他难道不知道杀了自己 会是什么样的后果吗 谁敢乱动 韩三千斩完 便立即冷声 对着即将暴动的兽群 怒声一鹤 他手持长剑 面若冰霜 眼带杀气 一时间霸道非常 震得百受一愣 好 此时 玲珑赶紧站在韩三千身旁 怒吼一声 龙笑九天 明通万空 四龙也往空中一飞 在韩三千的头顶 张找五牙 一时间 韩三千五龙护体 杀气大豹 石猴仰仗 自己位高权重 对本王极其不敬 你们谁要跟着他造反吗 韩三千冷声喝道 万寿顿时间面面相去 窃窃私语 一时间倒不敢上前了 石猴整个人 不甘地大惊 不可思议地望着台下众兽 就在他即将出生的时候 韩三千此时冷声笑道 既然没有想造反的 那很好 这次 大家互主有功 所以 稍后我会奖励所有人 另外 石猴长老一职 我也会在你们里面重新选拔 此话一出 兽群顿时其声跪下 其喊寿亡万岁 石猴整个人 慌张万分地望着兽群 整个人面如死灰 他知道 大势已去 韩三千这种先杀石猴立威 然后又及时用长老位置和奖励来 一个巴掌给一个堂的效果 完全地让兽群臣服 石猴后悔万分 身体无力地 难难后退 他知道 他失败了 他就不应该去挑战韩三千的权威 更不应该看不起一个小小的人类 不然的话 他不仅不会失去长老之位 就连自己的性命 也能得以保全 想想 也真是可笑 连兽王都乖乖地臣服了 他一个长老 又有什么好跳的呢 可这世上 还能有后悔要卖吗 砰 石猴巨大的身体猛然倒下 鲜血染红了脚下大片的草地 带着不甘雨后悔 他倒在了 韩三千的面前 韩三千无奈地摇摇头 他本来找石猴 只是想他治一下情霜的 毕竟人是他打伤的 但没想到 这家伙 非要找死 如果不杀他立威的话 韩三千别说想统治兽群 就是想离开这里 也几乎是不可能 但杀了他 秦霜又该怎么办 三千 秦霜独以攻心 石猴现在也死了 我看我们还是赶紧出去 找虚无踪的人救他 不然的话 好 韩三千点点头 看了眼 已经面色发紫的秦霜 当即将秦霜背在了背上 朝着百兽林外面赶去 一路的颠簸 加上韩三千狂奔倒 至头顶树叶缝隙里的阳光 时而洒落 时而消失 秦霜微微睁开了眼睛 迷迷糊糊中看着韩三千坚毅帅气的脸庞 汗如雨水 但他依然拼命地背着自己朝森林外跑去 秦霜微微一笑 好看的嘴唇苍白又干涸 他知道 他的生命已经快要走到了尽头 韩三千停了下来 他的面前 此时多了一道半透明的墙壁 韩三千将秦霜轻轻地放下 然后自己冲过去试了一下 刚一碰 便被一股巨大的怪力直接弹飞 接着重重地砸在地上 慌忙地从地上爬起来 韩三千根本顾不上自己的疼痛 再次选择朝着屏障冲去 碰 又是一声 韩三千这次直接被弹飞得更远 身体直接撞断一棵大树方才停了下来 一口鲜血也顿时直接从喉咙涌出 扑的一口 喷了一地 三千 你 你没事吧 看到韩三千如此 秦霜艰难地冲他轻声喊道 因为说话大了点声音 他整个人便只感觉体内一阵剧痛 黑血也顺着嘴角缓缓流出 师姐 韩三千赶紧跑了过去 师姐 你没事吧 秦霜苦涩地摇摇头 勉强挤出一个笑容 那是虚无踪的封印 我们出不去了 出不去也得出去 我必须要找人来救你 韩三千坚决地摇摇头 虚无踪的封印 除非七位长老合力 否则谁也解不开 你有七位长老的实力吗 秦霜微微一笑 韩三千自知没有 愧疚地说道 就算我没有 我拼了命也会带你出去的 如果不是因为我 你也不会来百兽灵 更不会遭到危险 还有 刚才的时候本来有机会可以救你的 可我 可我杀了他 三千 如果不杀石猴 你以为 我们还可以活着走到这吗 秦霜道 韩三千点点头 那就对了 秦霜微微一笑 身体内的男兽 让他脸色此时更加苍白 还有 你也不必自责 带你来百兽灵 我也有我的私心 入宗鄙逼逝 快要开始了 我也想来百兽灵 抓一只黄疾灵宠 我喜欢白火鸟 全身都是火焰 还有非常鲜艳的羽毛 既好看 又非常的有实力 只可惜 只可惜 我再看不到了 三千 答应我 你要好好活下去 这把剑送给你 给你留个纪念 秦霜说完 用最后的神石 将化作虚无的兵剑 献出了原形 剑身晶莹剔透 只有剑柄上 有一个好看的双子 我不要 韩三千坚决地摇摇头 你不会死的 只要我活着 我就不会让你死 这不是爱情 而是愧疚 韩三千心里清楚 秦霜如果不顾及自己的话 以他的能力 他完全可以在遇到大飞马的时候 便选择抛弃自己 自己逃离 但他没有 韩三千更知道 这次的患难让他明白 秦霜有时候看起来冰霜的不近人情 但却恰恰是韩三千 来到八方世界里 第一个遇到的真正有人情的人 他又怎么可以看着秦霜死在自己的面前 想到这 韩三千整个人猛地站了起来 朝着屏障便直接撞去 一次 两次 三次 甚至早已数不清楚多少次 韩三千整个人撞得头破血流 甚至连站起来都已经是问题 可他依然颤颤巍巍地强撑着 一次又一次地撞向屏障 看着韩三千如此 秦霜的眼里满满都是感动 他没有想到 韩三千为了他 一次又一次地不要命地去撞屏障 尽管他只是个奴隶 但从小到大 他却是第一个为了自己 如此挺身的男人 他的心里虽然已经被毒锁攻破 但却充满了韩三千给他的温满 情霜漂亮的右眼 一滴眼泪轻轻地划过脸颊 滴落了下来 够了 就在韩三千已经满身鲜血 口中更是狂吐血不止 但依然爬也要爬着往屏障去的时候 小白终于受不了了 你不就是想救他吗 我有办法 小白嘟浓了一句 只有这句话 才让韩三千微微地停了下来 充满希望地看着他 先说了 本兽王不是心软 我只是不想刚认的主人 然后我的主人就挂了 小白嘟浓了一句 虽然时候的毒梅法解 但有些时候不需要解 这话什么意思 韩三千不解得道 小白不愿意地把头别向一边 韩三千也懒得追问他 直接就往屏障那边爬 好了 我怕了你了 小白简直无语 见韩三千又停了下来 这才说到帮他脱胎换骨 韩三千顿时难受地咧嘴一笑 如果你打算就这么一直说的话 那我还是去死了好了 你 小白简直内心一万只草泥马 人类就这么厚颜无耻的吗 但凡可以修炼到不死不灭的 除了有强大的神魂以外 往往肉身也极强 因为肉身会承载 你所修炼的能量 所以 我的意思 你懂了吗 小白无奈地翻了一个白眼 你的意思是 如果将一个不死不灭的 强大人物的肉身给秦霜的话 韩三千又怎么会不明白呢 韩三千可是自己得过海骨的 第一受益人 这种强大金身的好处 简直无法描述 如果秦霜也能得到一个 不错的金身的话 那么他不仅可以解除身上的毒 相反 还会功力大增 那去拿找这副肉身 韩三千疑惑道 但一说出来 他就后悔了 因为很明显 这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 韩三千也算反应慢了一点 小白更是肉疼地快掉地上了 他本来指望的是 自己轮回转世后 自己重新找回自己的肉身 然后将其合在新身体上 这样自己便能快速地恢复不少实力 我强 也意味着你强 你确定 真要这么做吗 小白做着最后的一次挣扎 嗯 韩三千坚决地点点头 实力虽然是他目前极缺的 但做人的良心也不可能不要 秦双因自己而差点搭上命 自己还去计较这点得失 那还是人吗 好吧 不过 我丑话说在前头 我的肉身并不好取 续无踪当初为了对付我 没少下功夫 所以 小白说道 韩三千点点头 他知道 能将兽王压制的死死的 必然是非凡之物 但这是就秦双的唯一机会 还有 你得为秦双续命 不然的话 就算你拿到了今生 他也未必能活到那时候 小白点点头 我怎么帮他续命 韩三千祈祷 以自己这点修为 别说续命 致人都成问题 尽管身体内有两股大能量 但韩三千不会用啊 你 你体内能量滔天 你问我怎么续 小白显然也没料到 韩三千会如此回答 其实 他当初愿意选择妥协 成为灵宠 一方面也是因为 确实是形势所逼 他不得不这样做 另一方面 也是他能探测到 韩三千体内两股强大的能力 黑色的那股能量还好说 金色的那股 却是他这辈子 也难得一见的庞大能量 他暂时还不太会控制 玲珑尴尬地道 小白顿时间有点实话在那 要说的话 也瞬间卡在了喉咙里 不过 你也不用太担心 还是有其他方法 给他续命的 玲珑说道 此话一出 韩三千 整个人 长出一口气 只要自己能帮他续命就好 他真的很担心 到时候找精神花掉很多的时间 而秦霜 根本无法 坚持到那个时候 那我要怎么做 韩三千一道 先找出 有水的地方 韩三千点点头 当即就想到了 当初的那个泉水 于是赶紧抱着秦霜 便往那里跑 此时的秦霜 几乎已经开始 没了意识 陷入最后的昏迷当中 韩三千 也知道情况急 争分夺秒地 便往那边跑 一路以来 他也顾不得 丛林中的荆棘刺的自己 满脚都是伤痕 他心里只想快点 赶到泉边 到了泉边 韩三千 赶紧将秦霜 轻轻地放下 此时 玲珑对他道 现在 你为他些水 为水 不仅韩三千疑惑 就连小白 也困惑万分 秦霜已经危在旦夕 靠喝点水能干吗 你有所不知 这泉水里面 有股温温的能量 秦霜只要喝多点 便可以依靠 这些能量来控制 韩三千 这时候 也有些死马当 活马医的感觉 而且在地球的时候 人中毒 确实会喝大量的水 用来吸食体内的毒 从原理上来说 倒也说得过去 小白却看着玲珑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满脑子都是问号 这算什么救人法 韩三千 赶紧找了几片树叶 然后盛上水 想个秦霜喝 可此时的秦霜 连意识都没有了 哪里还能喝得下水 就算能灌到嘴里 可他也没有办法吞下去 韩三千愁的眉头紧锁 拼命地试了几次 但奈何情霜 根本没有意识了 韩三千望向玲珑 想从他那里找办法 玲珑明明在前一秒 还露出一个 不易察觉的偷笑 此时却正色道 想办法呀 如果他喝不进去水 那大罗神仙也就不了了 但 但他喝不下去呀 韩三千急道 他比谁都急 眼看着 好像能救人 却什么都做不了 这很简单 用你们人类的方法 玲珑强压笑意 对韩三千道 人类的方法 嘴对嘴呀 玲珑道 嘴对嘴 韩三千顿时一愣 这怎么可以 他心里只有苏银夏 任何女人在他面前 都是过往云烟 他不能做对不起苏银夏的事情 韩三千坚决地摇摇头 说道 不行 麒麟无奈劝道 那你有其他办法 可以给他喂进去水吗 还有 你思想太复杂了好吗 这是旧人 你想到哪里去了 如果都你这样的话 地球的人工呼吸 不是早就失传了吗 韩三千看了一眼晴霜 他的情况已经非常不好 况且 玲珑说的也有道理 这是旧人 不应该带有杂念 想到这 韩三千咬咬牙 把心一横 往嘴里喝了一口之后 来到晴霜的面前 看着他薄薄的唇 韩三千轻轻地凑了上去 他的嘴唇很软 很凉 亲上一口 有种芬芳的香味 更有一种电感 传遍全身 韩三千整个人瞬间感觉体内血液沸腾 一股莫名的冲动 更是直洗脑水 不过 韩三千毕竟不是那样的人 虽然身体上有反应 但脑袋是清醒的 理智战胜冲动 韩三千轻轻地将水 送了晴霜的嘴里 此时 站在一旁的玲珑 这才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 小白奇怪地看着韩三千 问道 这泉水真的可以救人吗 玲珑笑道 当然不可以 小白也明白 百兽林的泉水不可以治人 所以才非常的奇怪 那你还让他用这种方法救人 如果延误了救治的最佳时期 那怎么办 玲珑摇摇头 不会的 他已经在救人了 虽然泉水不能救人 但是他能 他体内有一股神秘的力量 远超你我的想象 只是他现在并不知道怎么用 所以 唯一的办法 就是被动地让他输些能量给情双 小白恍然大悟 所以 渭水也假 你要的是他们彼此 玲珑点点头 他了解韩三千这个人的性格 也知道他对苏英夏忠贞不二 如果单纯让他嘴对嘴地 将自己的能量传给情双一些 他肯定一时间难以接受 但渭水就要好许多 随着韩三千一口又一口的灌溉 如玲珑所料的是 韩三千的能量也缓缓被情双所吸收 这股能量在玲珑的预料里 是神秘又无比强大的 有哪怕一点 情双的续命都绝不是问题 很快 情双渐渐地有了意识 身体内也有一股暖暖的气息 从嘴里一路遍布全身 身体内的毒素也开始有了抑制 感觉到自己嘴唇的异样 情双微微地睁开眼睛 当他看到 韩三千长长的睫毛就在眼前 他热热的嘴唇也在自己的唇上 自己甚至能感受到他的呼吸时 情双脸色微红 静静又悄悄地望着眼前的这个男人 不敢出声 此时 他的心跳加速 情双第一次被一个男人如此亲密 更第一次被一个男人给吻了 他有些小鹿乱撞 不知所措 又有点迷失自己 很快 唇分 韩三千反身又去了全边 当他含着水 再次返回的时候 情双赶紧闭上了眼睛 韩三千就在身前停了下来 情双呼吸更加急促了 就在这时 韩三千突然高兴地喊了起来 快看 情双时间好多了 他脸色都红润了起来 情双此时 恨不得找个地缝钻下去 那哪是红润 那分明 是因为害羞而脸红 玲珑点点头 情双睁眼的时候 他便已经看到了 如今看到这戏码 也只能憋着笑地说道 说明 泉水有作用了 韩三千点点头 接下来更加卖力地 重复着刚才的动作 醒着被韩三千 情双更紧张了 如果 韩三千 不是急着救人的话 他一定会发现 自己每次亲下去的时候 情双的脸色 都会更加地飞红 柳眉 也会微微地皱起 他在紧张 又有一种莫名的感觉 直到韩三千 又一次要喂水的时候 情双终于忍不住 睁开了眼睛 好了 三千 我醒了 如果是身体状况 良好的情况下 情双不知道 自己会这样默默地 等他多久 等他多少次 但他身体 毕竟虚弱 他整张小嘴 都被韩三千 轻到了麻木 频繁地轻 更是让他整个人呼吸 都快供应不过来了 看到情双清醒 被蒙在鼓里的 韩三千顿时大喜 情双师姐 你醒了 情双尴尬地点点头 心想 我要是再不行 都能被你给轻晕过去 要喝点水吗 韩三千下意识地问 情双微微一笑 好可爱啊 可爱 韩三千内心唏嘘 如果你要是知道他 便是虚无棕纹之色 变得寿王的话 也不知道 你还夸不夸地出口 他可爱了 对了 我们要去拿脸 情双问道 韩三千笑了笑 帮你治病 说完 韩三千一个弯腰状 情双愣了片刻后 脸色微微一红 夸上了韩三千的背 背着情双 两人两兽 朝着一片大山而去 路上 韩三千给情双解释了 此次去的目的地 也说明了原因 情双听完连连摇头 我们还是别去了 兽王禁地 一直都是后山的禁地 即便百兽灵 完全开放的时候 那里 也是生人物禁的 四封有两大禁地 一个就是 韩三千当初 进入的雌云洞 还有一个 便是后山的死灵禁地 情双也是听林梦希提起过 说那里 镇压着金氏大魔王 阴气冲天 如果弟子擅闯 很有可能被阴气尸体 最重要的是 虚无踪的掌门 在那里 设下了禁止天雷咒 任何闯入者 或者出来者 皆会引天雷落势 被轰得止流积分 而且 即便突破了禁咒 里面还有重重机关 对于这一点 小白心知肚明 否则的话 他也不会放弃重生 而直接选择轮回了 但对韩三千来说 只要有一线的机会 他都不会放过 很快 一行人便进入了大山之中 立于大山脚底 抬眼望去 在半山腰的灵鹰之处 有一座破旧的庙宇 庙宇黑庄红瓦 但酒精风霜 虽依稀可见轮廓 但因为年岁久远 已只剩轮廓 身处黎庙宇 足有千米 此时虽时之正午 但韩三千 依然能感受到 丝丝的凉意 麒麟此时 看着韩三千 警惕道 这地方很邪门 要多加小心 可别不小心 丢了性命 那可得不偿失 韩三千 也感觉到了 但嘴上却一笑 再邪 也没有人心邪 走 背着情霜 韩三千上山了 一个多小时以后 韩三千等人 终于到了破庙之前 庙室三千为一体 高约五米 中央有处排扁 死零四 站在庙前 韩冷呼过 深入鬼祟 情霜冷得不由一抖 韩三千整个人的眉头 也紧紧地皱了起来 这庙 看起来简单非常 但实际上暗流涌动 不可小觑 望着这熟悉的地方 小白思绪万千 千百年前 他就是在这里 与序无宗那帮牛鼻子 老道大战于此 战斗持续足足三天三夜 序无宗弟子 与百兽尸体堆积成山 血流成河 他与妻子两人中 因序无宗的人海战术 而渐渐体力不支 落入下风 其后 序无宗人转攻其妻子 导致寿亡后 一路败退 寿亡因此分心 而落入圈套 被序无宗人封印肉身 永存于此 这封本来只有一个后山 但那一战以后 这里便多了一个山 小白一声苦笑 因为脚底下这山 根本就不是山 而是巨大的万人坟 当年 所有战死的人与兽 全部葬身于此 因死伤实在太多 来不及分别掩埋 只能于此落下万人坟 并在坟上为了镇压万魂 与兽王 才盖了这座庙 小白冷冷一笑 要拿金身 便要进庙 韩三千点点头 秦霜此时 在背上轻轻地拍了拍韩三千 示意他不要进去 这地方实在鬼邪得很 总感觉哪里不对 韩三千摇摇头 将秦霜留在庙外 同时 让玲珑在旁边 保护秦霜的安排 自己带着小白 踏进了庙中 庙门一开 顿时风云色变 一阵狂风从庙中袭来 里面更是有 阵阵鬼哭狼号之声 韩三千强行 催动体内的能量 这才稍稍稳住心神 踏入庙中 庙门便轰然 一声关闭了 外面的情霜紧张的御守 不由地抓紧自己的衣裳 眼里满满都是担忧 此时的韩三千 也被突然关闭的庙门 吓了一跳 屋内漆黑一片 几乎是伸手不见五指 等适应了光线以后 韩三千打用能量 制造一个火球后 这才大致地 看清楚周围的情况 庙内非常之大 有四根大柱 每一根有一人环抱之宽 庙的中心尽头处 有一神像 神像具体是谁 韩三千任步的 只知他浓眉大眼 绿袍长刀 做怒吼状 神像之下 便是封印所在 小白说了一句 韩三千点点头 想也不想地 便朝着神像走去 才到一半 韩三千突然 感觉自己背上 变得越来越重 每一步走下去 都仿佛脚上 绑了千斤坠一般 下去难 踢起来更难 只是两步 韩三千 整个人已经汗如雨下 旁边的小白 也好不到哪里去 痛寒一声 便直接缩回了 韩三千的怀里 韩三千张望四周 但四周风平浪静 毫无任何的波动 这是怎么回事啊 韩三千停下身 试图用自己的神识 去感知周围 但一样一无所获 眼看着神像 离自己不过 十几步的距离 但韩三千却发现 自己根本没法靠近 再走下去 他非得活活累死不可 虽然不知道 到底怎么回事 但直觉告诉韩三千 此事并不简单 很快 韩三千嘴角微微一提 快速地将手中的火球 一分为四 分别朝向四个大柱打去 顿时间 韩三千如释重负 整个人变得轻松多了 又走几步 韩三千突然置身在 一片汪洋之中 四周一片水色 别无杂物 韩三千试图游了几下 但仿佛被人鬼拉脚一般 无论如何用力 也只是在原地游动 窒息得感觉越发的强烈 韩三千估计自己心中所想 快速朝着八个方位 快速打去 大浪散尽 韩三千忽然又回到了古庙之中 我明白了 韩三千非常自信地一笑 也就在这时候 神像突然轰隆一动 等韩三千抬眼看的时候 此时的神像突然一分为二 两者为妙为孝 如同复制粘贴 果然如此 四相八卦 那么接下来便是两仪了 韩三千笑完 以左侧神像头部为前 以右侧神像脚部为昆 找于中心线后 一道能量便直接催动过去 攻击一道 两座神像便化为虚有 出现在韩三千面前的 是一个大大的八卦 八卦清起 韩三千缓步走入了里面 一进里面 血腥之味便扑面而来 韩三千的面前 是一个直径一米的圆形通道 蜿蜒曲折 不知深入何处 脚形于上 洞内有些回音 既像脚部声 又像有人窃窃私语 又像轻声啼哭 又像哀伤叹气 但洞内 只有韩三千一人 不知声音从何传来 似在洞的里面 又似在韩三千的身后 因为洞内太暗 韩三千一直都是 抽拂着洞壁缓慢地往里走的 但一路以来 韩三千感觉手上 都是怪怪的 他所触摸之处 洞壁十分地凹凸不平 借用手上火球一看 顿时不由惊出一声冷汗 那根本就不是墙壁 或者说墙壁之上 并非吐石结构 而是一张一张满是泥泞 却又非常扭曲的脸 他们有的笑着 有的喊着 有的痛哭着 如同一群泥丘一样 彼此之间钻来钻去 韩三千算是 心性非常强大的人了 但看到这一幕 还是忍不住差点吐出来 带着这种恶心 韩三千加紧了 朝洞内伸去的步伐 片刻以后 韩三千突然停了下来 因为此时的他 突然留意到自己的脚下 有丝丝的凝烧过的灰烬 如果索猜得不错的话 这应该是 先前自己拿火罩 冻壁的时候 因为被吓了一下 火抖了一点 烧到墙壁锁出来的 这也就是说 自己绕了半天 还是在原路 迷宫 韩三千顿时眉头一皱 接着 他归然一笑 不走了 缓缓地坐在了原地 心境则自然 韩三千此时收起所有杂念 进入了冥想的状态 片刻以后 眼前忽然一片光明 韩三千又一次回到了庙中 只是 现在的庙和刚才的庙 虽然是一样的 但光亮度 却完全是两个极端 洞内深邃蜿蜒 洞壁又满是人脸 就算胆子再大的人 在那种环境里 都是惧怕且恶心的 所以 他肯定想赶紧离开那里 但越是逃 越往往逃不出去 两一归一 韩三千及时地 明白了这个道理 所以 很快避起凝神 心无杂念 韩三千虽然算不上墙的人 但心性和精神意志方面 却优于常人 加上韩三千聪明绝顶 又身有各种奇遇 在常人眼中的四象八卦两仪 将会变得非常困难 可对韩三千来说 不过只是解题而已 精神 主人 是我的精神 庙堂之上 一具人形骷髅立在那里 通体为精 以红色丝线捆绑 身体七处穴位 被皇府所封 这不是人吗 韩三千奇道 主人 我修炼到不死不灭了 换个人行 还困难吗 小白道 韩三千突然笑了 所以 你是受人永不为奴 除非包持包住 小白一脸猛地看着韩三千 没有理解 也懒得理解了 指着精神就到 我先去看看 说完 小白直接朝着精神便冲去 刚到四柱中央 庙中忽然汗的惊雷 一道 紫雷 顿时从屋顶而落 直击小白 哄 小白虽然神识超人 但面对突如其来的紫电 根本躲闪不及 顿时间大惊失色 他丝毫不怀疑 如果这道雷砸中自己的话 他立马就要去再重新转世轮回一次 可就在这时候 韩三千猛然冲上 手中巨斧一挡 雷电与巨斧 顿时两两相争 巨大的压力 顿时让顶着巨斧的 韩三千冷汗直冒 主人 小白回眼一望 看着韩三千替自己 扛下紫雷 一时间错愕地愣在了原地 跑来这地方 小白确实有自己的算盘 那就是企图通过韩三千 来帮助自己到达庙中 寻得精神 他找精神 自然不是为了情霜 纯粹是为了自己的实力 拥有那副强悍的精神 加上自己的神识 就算不能恢复鼎盛时期 但至少也能成为一方高手 那时候便可以脱离韩三千 重新做回自己的寿王 但本以为已经历经受到机关 肯定接下来相安无事的小白 却因为太过着急 而忽略了 庙中竟然还有机关 而且 是可怕的天雷 盘古斧 此时 庙中忽闻高音 那高音红量非常 中气十足 甚至能在庙中绕梁树酒 回音不断 天纵奇才 天纵奇才啊 这真是造华弄人 我只不过 等一个有缘人 却没想到 等到一个可以度我的上人 哈哈 哈哈 韩三千听到声音 四处神识探查 但没有丝毫的收获 就在韩三千疑惑的时候 那声音又响了起来 完美 完美 简直太完美了 这幅身躯 简直就是天动奇才 让我都羡慕得不得了啊 韩三千眉头一皱 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 韩三千眉头紧皱 警惕地盯着周围 谁 有时候 韩三千真的觉得自己太弱了 因为自己完全无法辨别敌人 哪怕人家就在自己的身边 这就好像自己是个 没有眼睛的瞎子一样 行走江湖实在是太危险了 怪不得连不可一世的寿王 也臣服于你 有你这种天赋 倒也不稀奇了 白光一显 韩三千的身后 突然站着一个老头 白发白衣 白须白眉 长得到非常喜情和慈善 此时 他一双老眼贪婪地打量着韩三千 满眼里尽是溺爱 见韩三千非常警惕 他倒并不介意 嘿嘿一笑 上人 您的盘古斧 可以给我看看吗 韩三千当即便将盘古斧抓得更紧 整个人更是做出了攻击姿态 对方是敌视 有暂时都分不清楚 这老小子 动不动要看别人的武器 怕不是疯了吧 哦 对了 忘记自我介绍 我叫神须子 是看守这座庙的恩 算是神 也算鬼 他黑黑笑道 见韩三千疑惑 他继续道 所谓神 我也配得上 所谓鬼 我也算 韩三千点点头 随便吧 是神是鬼 跟自己也没有关系 既然他是看守这庙的 也那就是说 金身在哪里 问他便可以了 那既然这样 我想问一下 兽王的前世 金身是不是在这里 他倒并不警惕 哈哈一笑 没错 自此庙建立之时 我便留守于这里 负责守护这门金身 以及镇压这庙下的万千王魂 韩上人 你莫非是来举这金身的 韩三千见他坦率 也不藏着 是的 是为了这兽 他直直小白 接着摇摇头 那就恕难从命了 虽然 你收服了此兽 但你须知他艰险狡猾 生前更是穷凶极恶之徒 如果 将金身放任给他的话 很有可能 后患无穷啊 前辈你误会了 其实我这次 来拿他的金身 并不是为了这小兽 而是为了救人 韩三千急忙道 救人 神须子微微一昼 没错 韩三千说完 将秦霜的情况 大致上讲给了他听 神须子听完以后 依然坚决地摇摇头 其实说起来 我确实应该救他的 毕竟算起来 他与我也算是同门 韩三千不解 前辈 既然是同门 为什么 还不可以 就因为我是虚无踪的人 他也是虚无踪的人 那就更应该遵守 虚无踪的规矩 死灵四自建以来 虚无踪内 便有门派禁令 禁止任何门中弟子 私闯庙中 更不要说动这庙里的东西了 神须子断然拒绝道 前辈 规矩是死的 人是活的 现在救命要紧 不是吗 韩三千急道 神须子摇摇头 韩上人啊 你这根本就不是救他 而是害他 我虚无踪虽然算不上大派 但起码也是名门正派 你将妖兽之王的 精身放在他身上 就算他活着 也比死了还要难受 这是为何 兽王吸取万腰经破 更以血练锻造身躯 其精身邪恶非常 魔气极重 他一个正门弟子 身上却带有妖兽之息 你以为虚无踪还能容他 自古 正邪不两立啊 我看你分明谬论 正邪 正邪 我问你 什么才是正邪 韩三千怒道 那上人是何解 老者轻声问道 我认为 人心才是正邪 一个人名门在正派 心术不正 算得上正吗 一个人出身妖族 满身妖气 却心系天下 算得上邪吗 你说得不错 但人言可畏 其他人会你这么想吗 韩三千一识语色 有时候人的成剑 就是一座大山 你搬不走 也移不开 却能压得 你喘不过气来 如果今生妖气太重 秦霜即便吸收 也会受妖气入体 到时候 必然受尽白眼 甚至可能被驱逐 出须无踪 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 你愿意照顾他 老者轻声说道 韩三千当即点头 我当然会照顾他 我说的照顾 并非一时 可能是十年 可能是一百年 也可能是永远永远 韩三千愣住了 这话 是什么意思 难不成就个人 还得把自己 以身相许搭进去吗 你身有盘骨斧 体内更有一股 强大无比的精光 这道力量 可以压制 世间上的任何邪恶之息 所以 只有你 才可以帮他压制 体内的妖气 但我不懂 怎么运用体内的 这股力量 怎么救 韩三千奇道 有两种 一种是快捷的 也就是几年时间便可 有一种是长久的 弄不好一辈子 老者轻笑道 韩三千一愣 快的是如何 慢的又是如何 快的 便是男女和修 自可阴阳相通 借助吸取你的能量 压制他的能量 韩三千 满头大汗 那慢的呢 老者一笑 随手一抬 一本书便缓缓地 飞到了韩三千的面前 这是洛宇神剑的功法 是我平生所练的一种剑法 分为阴阳两部分 你若是要救他 等精神被他吸收后 他需要练剑法中的阳部分 而你 则需要练阴部分 剑法交汇时 你两人气息可以同步 这样 你的金色能量 便会被他所吸收 甚至压制他体内的妖气 这便是我所谓的照顾 韩三千只想了片刻 便干脆地咬牙同意了 我选后者 秦霜是为自己 才受如此重的伤 就算他瘫痪了 韩三千 也会义无反顾地照顾他 不过 前者是背叛苏赢下的 这肯定不可以 至于和修剑法 那没问题 老者眼中 闪过一丝不意 察觉地偷笑 继续正色道 那好 我可以将金身给你 但我还有一个条件 韩三千根本不知道 他已经落入了 白胡子老头 布下的一个 大大的圈套之中 而且 是一个接一个 此时 在寺外的秦霜 一直紧紧地盯着寺庙之中 但看了许久 寺庙中 却没有半点影响 直到他 看得有些恍惚了 脑中 突然传来了一个 老者安详的声音 小女 祖师爷只能帮你到这了 以你的绝世相貌 再加上 落语神剑的催情功力 未来可期 你是谁 秦霜顿时大惊 慌张地喊道 但脑中只留几声 哈哈大笑 便再无回音 寺庙内 老者突然双眼有神 微微一笑 还有什么要求 韩三千并未察觉 他有什么异样 其道 死灵四下 镇压的是 万万千千失去的灵魂 这些亡魂 都是当年封印兽 王大战 而死在战场上的人 又或者兽 他们怨气极重 如果我将金身抽走 必然会引发 寺庙中的正邪力量平衡 到时候阴阳失调 这里将会产生大乱 所以 你要金身 便必须催动 你体内的金色能量 超度死灵四下 所有的死灵 否则 就算你救的是任何人 我也不会答应你 韩三千点点头 这些扫尾工作 他没问题 但有问题的是 他做不到 前辈 我已经说过了 我不会用 我的体内的能量 老头略带尴尬的道 这股力量奇特非常 你不理解 无法运用倒也很正常 因为 因为 我也不会啊 看出韩三千的担忧 老头微微一笑 但会用和不能用 是两种概念 我教你一套 无相神功 利用此功 可勉强催动你 体内的金色能量 但我有一个要求 韩三千强压不耐烦 如果不是看你是个老头 而我确实目前能力又低的话 真的很想揍死你 前辈 您干脆一口气说完 可以吗 上人 年轻可以 但不要这么冲动吗 毕竟 无相神功可是我引以为傲的自创功法 只需花费自己一点点力量 便可以借力打十倍的力出去 这不好吗 韩三千下意识地 差点喊出好 好在及时地克制住了 他发现 这老头 有股神奇的魔力 总能把你带偏 然后进入他的节奏 那前辈你到底 想怎么样 我都将我毕生 绝学传给了你 你说这 老者忽然黑黑一笑 韩三千一愣 前辈的意思是 要我拜你为师 不是 是我拜你为师 韩三千差点一个亮枪直接倒在地上 这尼玛的 完全不按套路出牌 叫我功法 回头去要拜自己为师 这是什么操作 虽然说个徒弟不是什么难事 但韩三千自知自己本事 还没有膨胀到那种地步 连连纳闷道 前辈 您这是什么意思 神须子自然是有自己的打算 韩三千可是手提盘古斧的人 盘古斧是什么概念 那是开天辟地的大杀物 有时候别谈什么实力 别谈什么天赋 更别谈什么奇遇 在绝对压制面前 一切都是扯淡 而盘古斧 就是那个绝对压制的存在 神须子当然巴不得有这么一位靠山 毕竟 在八方世界 有一位靠山 那真的是可以横着走啊 看那三位真神家族 哪个家族不是横着走的 神须子难道不想吗 他当然想 本来 他是虚无宗一名天才掌门 修炼极快 但却在挑战真神的时候 被打得只剩一缕残魂 于是将最后的残魂风 在虚无宗的禁书上 以此让自己成为气灵 让禁书威力大增 成为虚无宗的一件大杀器 起码可以做到自己虽死 但起码造福后辈 落个名垂千古的好名声 但万万想不到的是 他在这负责封禁死灵寺的时候 竟然遇到了韩三千 这位手持盘古斧的上人 这让他彻底地改变了最初的想法 他迫切地希望自己 能够重新将自己的残魂强大 然后寻找新的肉身众生 再然后 靠着这位靠山 重新崛起 他的虚无宗 而为了这一计划 他不仅压在自己身上下注 还在情霜那里 也下了注 至于如何强大自己的残魂 很简单 韩三千 韩三千根本就不知道 被别人安排得明明白白 此时还有点受宠落惊呢 前辈 我实力太弱 而且 我不过只是虚无宗的一个奴隶而已 这怎么受您当徒弟 韩三千为难得到 你学我无相神功 自然可有一计傍身 怎么样 答应不答应 韩三千满脸无语 这都是什么事啊 请看 能不能为你 address 这是什么事ик 来